大家好,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红薯超级好吃的做法 两根红薯,洗净,去皮,切成薄片 上锅蒸熟 蒸到能用筷子轻松插透时就可以了 取出,压成红薯泥 400克红薯泥,加入20克白糖,搅拌均匀 再加入大约100克糯米粉 搅拌成这种小颗粒状 抓揉成糯米团 再分成20克的糯米球 红薯球可以蒸着吃,煮着吃,油炸着吃 今天分享一下第四种吃法 我们把小球拍扁 可以包入香蕉,豆沙,红糖等馅料 手指沾上清水,沾点芝麻 压饼上,点缀一下 起锅,热油 以此放入小饼子 然后小火烙至底部金黄 再翻面,烙至另外一面金黄 两面金黄,变软鼓起 按压不会塌陷就熟了 盛出,装盘 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 软糯香甜,百吃不厌 小时候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其实现在也是没办法拒绝的诱惑 如果你喜欢,再试一下吧 再见